千宇有個好朋友 常常在社群媒體 釋出負面的訊息 那是怎樣 他其實本身有在做精神科的治療 長期有在吃藥 然後他是常常晚上 他只要到了晚上 他就會在Facebook IG 到處發 譬如說 我覺得都沒有人了解我 我好寂寞 誰要來陪我 誰能陪我說說話 就之類這樣的話 那一開始大家都在下面留言說 你還好嗎 我可以陪你說話打給我什麼什麼的 可是我就發現到後面 其實很多人留言了 但他還是在私訊我跟我說 你會不會來我家 你來陪我聊天什麼 我說可是我看到臉書 很多人都在關心你 他就是覺得說 那些都是假的 他覺得臉書的那個行為是討拍 就是要得到關注 但他並不是真的要讓 那些臉書的人關注 他還是想要有真正的朋友 可以溝通 那妳怎麼回他 一兩次我會去找他 但他真的住很遠 然後有時候是半夜 他真的是臨時一通電話 距離有幾十公里嗎還是 台北頭到台北尾吧 北市頭尾 就是我覺得很遠 然後有幾次他會常 半夜他就哭了 我說你怎麼了 你怎麼了 他說我好難過 我失戀了之類 然後就去陪他 可是我真的去 以後我發現他不是失戀 他只是 可能只是他 一個愛慕的對象 有了 有了其他的曖昧對象 這也其實也不是什麼 這不是大事 小事而已 我喜歡的人 然後有了新的曖昧對象 就這樣之類 就很多都是小事 然後或者是說 我好無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憂鬱你來陪我 他就哭了 他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憂鬱 我好無聊 然後這是要你來 然後很多時候我就說 他就哭了 對 我就會說我在忙啊 你要不要請 其他朋友陪你嗎 你還有其他姐妹什麼 對 然後一開始他也說 好好好 有誰誰誰 A姐妹 B姐妹來陪我 然後到久了 已經大概太多次持續 這個狀況半年多以後 到後面都沒有人要理他 因為他找我 我還是會跟他說 你要不要找A B 誰去陪你 他說他們都沒有人 陪我訊息 我只在想說 就是大家都裝死了 對 那我想請教一下 翠芬 千宇這樣的應對是對的嗎 我覺得他關心他 還是很對的啦 因為其實孤單寂寞 這件事情啊 渴望有人陪啊 有各種不同的狀況 我覺得他的朋友 有一點點類似 我們所謂的邊緣性人格 就他們的情緒起伏 也一樣是很大 而且他是幾乎到 他那一陣子 就是跟我比較熱弱 我還會理他的時候 他是幾乎天天 就算我不去他家陪他 我每天至少要跟他講 三個小時的電話 然後一直聽他講 重複的事情 就我就在想 他可能不太知道 自己在講什麼了 可是他一直要你聽 他就要我聽 你有沒有在聽 你有沒有在聽 我就說有有有 然後就繼續講他的 他也不理我 他就只是想要有人 聽他說 一大堆我聽不懂的話 那三小時是晚上嗎 晚上 一天都是睡前 而且是凌晨半夜 其實有非常多人都是 空虛感都是在半夜的時候 空虛 寂寞 孤單的感覺 所以他們在那個狀態下 他們就是希望有人聽他講話 不斷的聽 不斷的了解他 那我們哪有一個生命 可是重點是他們的內容 你也不知道到底在說什麼 就是他們從 那你不是說你有在聽 沒有 就假裝有在聽 他不會問你嗎 你有在聽我上一句講什麼 你講不出來 然後趙玉陣開始 他沒有這樣 我就會滑手機 手機擴音 然後其實在看電腦看趣 我就說有在聽 我有在聽 我沒在聽這樣 對 電話處在開放的狀態 就這樣而已 我就做我自己的事 不然沒辦法 因為他的內容 真的他會重複同一件事情 一直好像鬼打牆壯 那你晚上不用睡覺 對啊 我也都是凌晨四五點 才睡的那一種 凌晨四五點 如果也是 很多人 五點就起床運動了 對啊 我昨天五點睡 然後今天六點半起來遛狗 六點 睡一個半小時 對 六點半起來遛狗 遛狗完就洗澡 梳化 然後就慢慢摸一摸 澡衣服 然後就過來 你睡一個半小時 然後來錄影 因為我是很重度的失眠症 對 我沒有辦法入眠 那狗有睡嗎 蛤 狗是有睡的 我的狗睡到打呼 然後他打呼我就睡不著 你的聲音我就睡不著了 重度失眠 對 因為我也是必須要 依靠藥物 就是助眠的藥 我才能睡覺 不然我睡不著 你吃他沒藥 我吃他沒藥 那我現在改善的方式 就是我發現我睡前 你不要再滑手機了 我只要吃了藥睡覺 我手機丟在旁邊 不要再碰 我就會比較好睡 你都已經沒睡眠了 結果人家打電話給你 你還在那邊接 前衣應該沒有吃過吧 我從來沒吃過 我倒下去都起來說 我怎麼睡著了 早上起來六點了 我怎麼睡著了 那我怎麼在酒店 少爺把你咬起來 為什麼在這個床上 是被嚇尿了 我們要關門了 這哪裡的床 對 以前真的從來沒有睡不著 我倒下去就睡著了 因為我完全 剛才跟 我完全不了解說 為什麼會有人睡不著 對 每天就很累去睡著 很羨慕 我這樣好命 很好 對 讓人容易睡著是好命 好 那妳這樣重度失眠幾年 2017年到現在 六年了 因為我是有拿處方簽的藥 就開始看醫生 安眠藥本來就是處方簽的藥 那妳自己有憂鬱症是不是 我自己其實有 因為我家庭這樣 我要不憂鬱也很難 重度嗎 重度 重度的 那妳重度的 還在接那個人的電話 對 現在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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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時候我真的是更憂鬱 我都覺得說我自己已經 很煩了 然後像 可是我不是躁鬱類型的人 像我是 有事情 我不會發文 我不會寫臉書 我就是一個人關在家 然後拼命的 可能看書做話什麼 就是做自己的事情 搭燒 我可以半夜不睡覺 一直刷馬桶 刷浴缸 那妳們家浴缸跟馬桶 一定很乾淨 就是我是會躲起來的人 我是隱性的那一種 但是像我的朋友 他是很顯性 他就是要讓全世界都知道 然後有關係 潛逸說妳如果睡不著 妳就好好的看數學的書 不要浪費時間順便研究 不要 搞不好數學獎 就這樣產生了 我又想試試看 這個 這我覺得方法還不錯 我可以試試看 對 如果想要再更 更好睡一點 就微積分好不好 可以啊 不要 拜託不要 我想到我就想睡了 那請問請教人家 他這麼重度的失眠 這個應該怎麼辦 其實失眠只是一個症狀 需要去找出那個 失眠背後的原因 那通常其實很多人 他失眠的時間很久 如果一直靠那個藥物 其實還蠻容易會呈飲 或是藥物的那種 依賴性 會依賴 會越來越依賴 所以我很鼓勵你去找出 你真正失眠的原因 而且很多人家很小 雖然是現在爆發 可是很多失眠的因子 是埋藏在你小時候 譬如說像很多人從小 生活很動盪 很不安 譬如說家裡可能有一個 家人就是有一些 身心上面的狀況 所以從小睡覺 就不能夠安穩地睡 這種小孩特別容易 所以長大之後會有失眠的狀況 像老師您講的那種 就是我有一位朋友 他小時候家裡就是破產 然後要一直躲在跟他媽媽搬家 他到現在就是沒有辦法睡 他也是要吃很多那種 精神科的藥物 因為他常常就是會忽然下血 你就覺得是不是載著我 其實已經 他現在已經過得很好 然後載也都還完了 可是他就是會有 陰影覺得說 半夜會有人來弄 那回來主題就是說 那你這個朋友 後來有發生危險嗎 他後來就是他常常就是 講完他有時候 也會發一些文說什麼 真的活在這世界上很沒意義 他會發 當他發偶爾 發這種很消極的 我們大家就會關心 然後打電話可能不接 然後甚至是關機 就會擔心他 然後隔天問他 然後隔天就要上班 他說沒有啊 我睡覺啊 我昨天睡了 然後今天我要上班了 然後我就會很生氣 我會想說 可能別人都白擔心你了這樣 那他說他很無聊 他後來有發 求偶文到社群媒體 因為他就是單身太閒 然後他有一陣 很謂求偶文 求偶文就是說 為什麼都沒有好男人呢 他的文章會這樣寫 或者是 小姐姐等一個愛 誰要陪我吃飯 我的位置對面空著一個人 我的床旁邊空了一個位置 他就說為什麼總是等不到那個你 我是不是這輩子注定要單身 他就會越來越猶豫 這會有人回應嗎 沒有那個就是現實動態的 有人回應我們看不到 但是 但是就是 他有一陣子比較瘋狂的事 他會一直跟我們借照片 比如說 我們去吃美食 漂亮美食啊 比較貴的餐廳 他會一直跟朋友們借照片 他就會PO這現動 他在營造 有人跟他在約會的那個 他在營造說 有人跟我吃飯 有男生請客 然後有男生在追我這樣子 然後他也會自己去買花 那不是寫情書給自己的意思嗎 他也會自己買花 然後請人節都寫說 謝謝就是 謝謝我的追求者 他也會寫追求者 然後我就想說 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 然後因為他會敲我跟我說 你那天的照片給我 我下個月要發 他是會自己跟我要照片的 對 然後他會 就是其實這個目的都只有一個 就是你要讓自己的行情變得很好 那想要追你的男生就會覺得說 我要追他 就是要帶他去吃大餐 吃美食 吃高檔的料理這樣 對 就是他會營造一個行情很好 很多人這樣 那後來真的有這樣嗎 你說 真的有男生找他去吃大餐嗎 他有交到男朋友嗎 我不太清楚 因為後面沒聯絡了 但是就共同的朋友聊 他目前應該還是單身 這樣子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